我問BillyBilly,似乎跌不下 怎麼看呢? 其實是6%在沉底 雖然在一些不是最低位收 短期來說,還未必是在這類型的股份 除非你覺得業績好像做得不錯 有很多資金 你又想駁一些科技股 看看是否可以寄一件底 但你見到其實他也是 剛剛是擴展保理卡通道 擴展向下層的底 到底是否真的找到底 又要觀察一下 不是說很strong 就算你這些小小的垂頭 好像有少許機會 但這些都試過 整體不是很強 整體科技股的板塊來說 你見到很多都是要繼續下跌 騰訊、小米做得好一點 但是騰訊其實都是有些 不是說十分之… 市場很強的 因為他還是接下來會公佈軌跡 你還是要看一看市場如何解讀 如果你真的等到這些騰訊 都公佈軌跡 又沒甚麼事沒甚麼降的時候 我才會強一點 因為你整體的大市 你美股 你納子不是很明顯 就彈回上去 脫離危險期的味道 即使你道指 叫做彈得強一點 反而你道指來說 他每逢調整深一點 又找回到一個支持 但納子來說 暫時… 雖然短期有反彈 不要這麼坐定粒錄著 其實應該會搞定 因為他可以分差兩邊走 你到自己回穩 納子可以繼續調 這一點要比較注意一點 但我又覺得 你看走制是未調整完的 但是不是很深 我又覺得 就算再調整下去 也未必是很深 因為你很多公佈軌跡 你心中有數 你真的要帶它下去 我覺得未必 但納子未必不代表 香港的科技股 不可以繼續對心一點 雖然不少調整很大 應該要找回一個位置 差不多去做整顧 但港股來說 始終沒有美股那麼正常 又不是很肯定 一點始終要注意 雖然跪跡 其實應該比市場預期好 不少行看出來 都是很正面 但現實來說 就是他把我放下 要罵我就不會選這些 我不會選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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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選這些